美國新聞處的爆炸案 所以某年某月某月某人 就是1971年的3月3號 星期五禮拜下午3、4點的時候 我上台前要回去宿舍的時候 就一個調查的人員就走到我面前了 把我騙上車 然後一直都把我帶著台北來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嘗到 所謂的中華民國的調查局 那恐怖的手段 剛才障礙以後看到這些東西 其中裡面有好幾種都是曾經發生在我身上的 在三個禮拜的時間裡面 我是幾乎想辦法解脫 我想欺固自殺 要把我的社會結束掉 你可以想到 我所受的那種虐待是動的也很嚴重 但是很可能在三個禮拜以後 忽然間調查一個 後來外面的一個調查 另外一個調查 那個人走過來就恭喜我 這個案子已經破了 所謂的案子就是所謂的爆炸 案子已經破了 後來你們知道是誰 可能是誰 你們都知道嘛 就是所謂的這家很有名的那個作者 李奧 所以就給他們承擔起來嘛 叫道理我應該是沒事嘛 你自己抓 這個爆炸案的事情罷了 抓他起來 把我問得這麼長 把我整得這麼長 我叫道理是沒事對不對 你應該要放我回去啊 所以還是騙我 等於我集中一個調查人員 就是買了一套衣服給我換 因為我身上很髒 因為他所說的 所謂的 不要我們在我家 坐在這個地方 我們足足有五個小時 五十個小時 不吃不喝 不能吃不能喝 不能上廁所 我說我身上都是錯的 因為錯沒有障的 但是因為調查案 那個爆炸案 我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我一個字都沒有行 我一個字都行不出來 就這個樣子 所以我當他車上的時候 進到這個 比如要迷路上的時候 我發現車人的情況不對 我就說 你不是要把我送回城河 那學去讀書嗎 他說陳正先生 你不要傻 我既然把你抓進來的 就不可能把你放回去啦 而這調查人員 只是跟我講這句話 我說為什麼 他說有一個原因 一 我們韓唐政治的 中華民國的調查局的概念 我們怎麼可能承認 我們做錯的人 做錯的事情 我把你放回去 我把你放回去 我們那裡也往哪里哥 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我做到你一個 只要把你定罪 我們就可以領到 我們這一組 就可以領到 二十萬個獎金 1971年 二十萬個獎金 是非常多的 對不對 在那邊可以買一棟房子 第三個原因 再加拿來說 我們把你捉起來 我們有業績 我們這組人 要升官 也比較容易 那第三個原因 就剛才當法醫生說的 我們的老蔣 蔣官所所講的 我現在都不想提他的名字 他講的 寧可說三一半 而不會放過一個 請問陳同學 在這幾個理由之下 你有沒有可能把你放回去 就這個樣子 被收到這裡了 於是